哈喽大家好,我是头上有计较,大脑会思考的阿牛 视频开头问大家一个问题 中国的哪家快递公司最赚钱? 是顺丰还是运达? 又或者是深通、原通、中通和汇通? 正确答案是中国邮政 2020年中国邮政集团营收6645亿元 利润606.4亿元 赚了钱相当于顺丰和思通易达的总和再乘以五 在前段时间发布的《财富2021世界500强》榜单中 中国邮政位列第74位 在全球邮政公司中排名世界第二 这是一家我们很熟悉 但并不真正了解的快递公司 是一个看似很赚钱 实际上不可能赚钱的国有巨头 是一个被用户骂得飞起 但也看哭了无数人的国民骄傲 今天就给大家讲讲中国邮政 中国邮政集团的前身 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邮电部 这个部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在亏钱 在北京房价只有2000块的1998年 邮电部就亏了179亿 位居全国亏损行业之首 1999年 邮电部的电信业务被拆分出去 国家也出台了8531计划 接下来四年 每年分别补贴80亿元 50亿元 30亿元和10亿元 但新成立的邮政局 在第一年又亏了142个亿 那中国邮政是如何神奇的扭亏为盈的呢 这主要是由于2005年 邮政局实行政企分开 并成立了邮政集团控股的邮储银行 今天的邮储银行 在全国有近4万个网点 比农业银行还要多 而且邮储银行2020年 净利润643亿元 比整个邮政集团还要多 这再一次证明了 在中国最赚钱的行业 还得是银行 全球最赚钱的10家企业 中国有4家上榜 全部是国有大行 中国最赚钱的15家公司 只有5家不是银行 那么中国邮政的钱 都花到哪里去了呢 一个数据是 中国邮政在全国 有5.42万个邮政支局所 其中73.5%都分布在乡村 在一年要亏100多个亿的 上世纪90年代 中国邮政已经实现了 全国乡政全覆盖 而那时候顺丰还没走出华南 运达才刚刚成立 马云还没有创立阿里巴巴 全国建制村 直接通游率100% 乡政邮政局所覆盖率100% 这是两个看起来容易的数据 要实现却难比登天 双湖县西藏最偏远的纯木叶线 平均海拔5000米 每年有10个月的冬季 最低气温零下40度 海氧量是内地的40% 即使正常站立 也相当于在平原背负60斤重物 即使在这个被称为 生命禁区的地方 也实现了乡乡通游 2017年 双湖县邮件投地总量 为37905件 对应的成本为17.46万元 但是全县所有网点的邮政收入 加起来还不到1000元 这简直不是不赚钱 而是烧钱 甚至是没法赚钱 而在全国 类似的乡村网点 还有上万个 但也正因为不赚钱 中国邮政才成为了全国为二 可以把快递 投送到任何地方的快递公司 前段时间在短视频平台上 突然火了一个梗 你好 中国邮政 你好 中国邮政 请问办理什么业务呢 你好 请问这个地方能到吗 到 查都不查一下就说到 请问是在中国境内吗 在啊 当然在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范围内 都能到 是的 无论高山草店 临海雪园 戈壁花末 只要你能写得出来地址 中国邮政就一定能送达 包括海拔5000米的珠峰大本营 祖国最南端的南沙群岛 地球最南端的长城科号站 甚至是太空中的空间站 都有且只有中国邮政的邮局 最远的距离无法阻止邮政的脚步 而最困难的时期也同样无法阻止 从98年的洪水到08年汶川地震 在灾区支着帐篷 确保通邮的是中国邮政 去年武汉封城 在大多数快递公司停运的情况下 承担起口罩寄送服务的 还是中国邮政 阿牛发现 对于使命必达这件事情 中国邮政似乎有一种特殊的执念 对于一些填错地址 填了旧地址的信件包裹 普通快递往选择退回 而中国邮政常常能奇迹般的 把这些地址有错的信件 送达收信人的手中 有时候这种操作 还间接起到了帮人寻亲的作用 所以中国邮政干脆在自己的官网上 发起了一档寻亲之路的节目 烈士邻园的工作人员 每年都会通过中国邮政 把写有烈士姓名的邮封 发往全国各地 凭借部队当年记录下的地址 最终找到阴列门的亲属 有时候这得花几周甚至几个月 还有一个匪夷所思的例子 是一位网友的字述 他上大学的时候 学校要求把成绩单寄回家里 为了防止父母看到挂科的成绩单 他灵机一动 填写了自己小时候搬家前的地址 并选择了中国邮政寄出 万万没想到 中国邮政就是根据这个 十几年前已经被拆迁的地址 找到了就职所属单位 再通过单位内排查收件人姓名 锁定了亲属关系 最终联系上了收件人 将这份挂科的成绩单 送到了寄件人父母手中 用中国邮政寄过成绩单的 请在弹幕里打一 收到过中国邮政寄来的 录取通知书的请打二 那么中国邮政是如何做到 在中国境内无差别配送 填旧地址也能强行送杂的呢 一个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数据是 中国邮政有32架货运飞机 174辆火车邮箱 和11.51万辆邮运汽车 在全国有航空邮路2570条 铁路邮路88条 汽车邮路2.5万条 而比起覆盖全国的邮地网络 阿牛觉得更关键的因素是人 中国邮政是全国员工数量 最多的国企之一 2020年全国有92万7171名员工 这是一个很普通 但绝不平凡的群体 黄小青湖南省称州市 贵东县的一名乡村邮地员 2006年冬 他收到一封从台湾省寄来 写着湖南省贵东县 债钱乡胡赵然收的来信 这是一封死信 在收件地址根本就差无此人 而黄小青去派出所 查找了所有名字相同的人 逐户上门核对 最终找到了收信人 从一25年 他往返于80公里游路中 分散的280个投地点 共投地报刊信函数量 超过了100万件 始终零出错零投诉 并且让邮寄地址不详的 375封死信 都送到了收件人的手中 邮地员齐美多吉 在自然条件恶劣的藏区 他每天除了要翻越 4200米的山路 还要面对塌方 泥石流和狼群 有一次送信途中 齐美多吉遭遇歹徒的袭击 身中19刀 头上被打出大窟窿 胳膊和手背上的筋都被砍断 左手骨折 肋骨也断了四根 但直到今天 齐美多吉还奔波在川藏线上 30年如一日 行程达140万公里 相当于绕地球35圈 他走的游路是全国最危险的游路 也被称为离死神最近的路 但这条雪路游线 同时也是他所投地的地方 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 邮地员王顺友 所在的四川梁山墓里 藏族自治县 曾经不通电 更没有公路 他19岁从父亲手里接过马缰声 一人一马 驮着邮报 一路上要翻越十几座雪山 每年相当于要走一趟 两万五千里长征 饿了就吃口自拔面 渴了就灌几口泉水或者冰块 累了只能睡在山洞里 草丛中 甚至果块塑料布睡在泥水里 但最苦的是一个人 常年与日月相伴的孤独 王顺友每年要投地报纸 八千多份 杂志七百多份 罕见一千五百多份 和包裹六百多件 而且投地准确率达到了100% 来自86个国家的300多名代表 讲述中国邮递员的故事 与会代表善然了一下 还有甘肃沁阳的乡村邮递员赵青龙 每天往返45公里 投地邮件55公斤 15年齐花了6辆自行车和3辆摩托车 除了本职工作 他还给村民维修电话500部 安装调试电视接收机600台 给400多户修过照明电路 代酒花费25万元 甚至在网上帮村民推销土鸡蛋 每月帮助增收5000元 是的 很多基层的乡村邮递员 不光承担了一份寄送新建的工作 他们还会像电影《那山那人那狗》中演绎的那样 帮助盲人婆婆念信 在大山深处的村民心中 他们是无所不能的超人 在我们大多数人的认知里 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 是高楼大厦 交通发达 四季覆盖 快递包邮 月薪过万 但实际上 我们是一个发展并不平衡的大国 还有6亿人月收入不到1000元 在西部的一些偏远地区 才刚刚通网通电通公路 我们还是一个有14多亿人口的国家 但经常上热搜索 往往是某圈少数几个人的一举一动 绯闻八卦 很少人会关注 无数基层游地员的默默奉献 前面提到的让死性复活的黄小青 每个月的工资才1600元 而感动中国的王顺友 就在几个月前的5月30日 因病去世 墨绿色的邮差服 大口袋的布邮带 邮地员的形象 逐渐成为城市人模糊的记忆 但居住在大山深处的 千千万普通农村居民 他们依旧对邮地员的到来 充满期待 邮政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是为数不多的 可以触及最底层的存在 最后阿牛想和大家 谈一谈有关中国邮政的争议 实话说 中国邮政也有很多槽点 比如地送速度慢 邮地流程复杂 客服人员态度佛系 邮政员工待遇偏地等等 对于这些问题 网络上还有 中国邮政垃圾 中国邮政滚出快递界 中国邮政怎么还没倒闭 等批评言论 阿牛觉得这样的批评 大可不必 从经济意义上看 中国邮政的很多业务 确实没什么用 但从社会意义上 它带来了不可替代的价值 如果中国邮政倒闭 我们很难放心地 将下面这些文件 交给别人寄送 包括政府的公文 法院的传票 高考的试卷 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军队和国家的机密文件等 华为曾经用美国的联邦快递 从日本寄回中国两个包裹 结果对方未经授权 直接将包裹寄给了美国 事后 华为与中国邮政 结为全面战略伙伴 如果中国邮政 退出快递行业 那中西部山区的一些乡镇 将无法送信 也不能网购 还收不到录取通知书 因为逐利的私企 不会在高山荒漠中 亏钱建设网点 也不会翻山越岭 只为给几户人家送信 更不会帮助乡民买东西 修店起 推广农产品 如果中国邮政 变成一家民营企业就好了 持有这样观点的少数人 可能非蠢即坏 全球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邮政 都是国有企业 也包括美国邮政 类似的还有国家电网 自来水公司 铁路总公司 中储粮 烟草公司等 无数案例证明了 如果把它们 换成逐利的私企 后果可能不堪设想 去年浙江某科技公司的 史上最大IPO被叫停 注定将成为一件 影响深远的事件 人们逐渐发现 那些高速增长的企业背后 潜伏着那么多问题 效率和速度 并不能解决一切的问题 比如 当少部分人先富起来后 如何实现 共同富裕的问题 在这个效率至上的时代 越来越多的企业 在拼命追热点 炒概念 赚快钱 无止无休的造福神话 没完为了的996 和无穷无尽的内卷中 公平越来越成为一种奢侈 而中国邮政 不紧不慢地 服务着亿万人 而不是少数人 数以亿万计 分布在大江南北 山川河谷中的老百姓 构成了它 最牢固的基本盘 这样的公司 或许才是能活102年的好公司 每一家事关国际民生的国有企业 背后都有一个核心逻辑 那就是公平 让每一个中国人 无论他身处城市还是农村 无论他贫富贵贱 都有享有国家基础设施 和服务的基本权利 而中国邮政 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 还被赋予一种独特的情节 家庭 亲情和连接 微信关注公众号 按照独裁 获取完整版文稿 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邮政 可说到 无处不在意书试读版 记录改革开放40年 中国邮政和快递发展的历史脉络 感情三连 我们下期见